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为太后的人 秦宣太后 在前几年有一部特别火的影视剧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 这里边讲的就是米八子 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距离那座一四米八子墓只有几米 我身后这边区域就是那座亚子型大墓 米八子这一生充满传奇 关于它的真实姓名 出生年月日 进入秦王宫的时间 在史料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 只知道她是米姓 作为秦国的太后 米八子最初不是秦国人 而是楚国人 那她怎么又当上了秦国的太后呢 这个问题得从秦桧文王继位了起 在公文前338年 秦国国君秦孝公去世 秦桧文王继位 不久后米姓楚国女进入秦王宫 被封为米八子 有些朋友听到这个名字 感觉很奇怪 其实八子不是他的名字 八子是侍妾的称号 秦王后宫的侍妾一共分为八个等级 八子排在第五位 她是王后夫人美人良人之下 也就是说最初米八子 在秦国后宫的地位并不高 在《卯部影视剧》中 米八子叫米月 她是楚国的公主 但不是嫡公主 中间的剧情咱们就不多聊了 总之当年她是跟着 楚国的嫡公主一起嫁到了秦国 其实影视剧演的都是推测 因为米姓 她是楚国王族的姓 楚国王族是米姓熊氏 所以推测 她应该出身于楚国王族 也就是说影视剧的前半部 对米八子的描述 都是艺术家公 虽然当时米八子的地位不高 但她的肚子很争气 为秦桧文王相继生下三个儿子 分别是迎记 迎福 还有迎礼 三位公子的出生 也逐渐稳固了米八子在后宫的地位 从这也可以看出她在后宫还是很受宠的 但不久后发生了一件事情 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在公元前311年 就在这一年 秦桧文王去世了 米八子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她的儿子迎记也被送到了燕果成了人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她儿子的一生也就是质子的命运 而米八子本人也不会过多的在历史中出现 默默的过完一生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秦桧文王去世后 继位的是迎荡 也就是秦武王 公元前307年 在位四年的秦武王因为举顶被炸身亡 此时大秦国群龙无首 需要另立新军来继承王位了 秦武王去世的时候是没有儿子的 所以王位继承人只能从秦武王的弟弟里去挑选了 就在此时 米八子的弟弟魏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想各种办法 让赵武灵王派人把还在燕国的迎记送回秦国 随后又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击败了其他的竞争者 最终迎记顺利继位 成为了新的秦王 这就是秦昭相亡 后来迎记的舅舅魏冉 还将不服迎记的人全部解决了 该杀的杀 该驱逐出秦国的驱逐 彻底肃清了秦昭相亡继位后的反对势力 此时米八子也顺利成为了大秦国的太后 在这需要说的是 在米八子之前 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君主的母亲被称为太后 因此米八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称为太后的人 当时由于秦昭相亡年纪还小 因此朝政完全有米八子 也就是宣太后主持 魏冉福政 从此宣太后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临朝称制 宣太后主政秦国期间 大力发展秦国国力 逐渐将秦国发展成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 为后世秦始皇灭掉六国 奠定了基础 聊到秦宣太后 大家最感兴趣的 应该是他和义渠王之间的恩恩怨怨 这个义渠是秦国最为主要的敌人之一 在公元前三百三十一年 义渠国发生内乱 秦桧文王趁机派兵攻打 平定内乱 最终义渠向秦国称臣 但义渠只是表面服从 他们反复无常 只要找到机会就会背叛秦国 经常趁中原混战会给秦国制造很多的麻烦 在秦朝相王结尾后 为了稳住当时的局势 宣太后改变过去正面对抗义渠的方式 而是采用怀柔拉拢腐蚀的方法 逐渐消磨义渠王的斗争 根据史记中的记载 说秦朝王时义渠荣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字 这段记载就告诉我们 宣太后还为义渠王生下了两个儿子 但在影视剧中 把米八子和秦桧文王除营记外的两个孩子 说成了义渠王的儿子 其实关于宣太后和义渠王的儿子 在史料中他们的名字 出生还有死亡日期都是没有明确记载的 在宣太后和义渠王私通的三十多年里 义渠王已经丧失了锐意进取的斗争 他也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 在公元前二百七十二年 宣太后将义渠王引入宫中 又杀在甘犬宫内 他们俩的儿子很可能就是在这被杀的 在影视剧中 宣太后是真心爱过义渠王的 但在正史中是没有记载的 宣太后到底有没有真爱上义渠王 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宣太后始终把大秦国放在第一位 义渠王死后 秦国抓住机会 马上派兵攻打义渠国 最终义渠被灭 秦国在义渠古地 设立隆西北地上军三军 彻底让义渠退出了历史舞台 就在义渠王死后的第六年 秦昭三王抓住机会 解除了母亲宣太后的所有权力 还把魏渠等权臣逐出咸阳 开始正式亲政 此时宣太后失去了对朝政的控制 古代这些统治者 他们最害怕的不是死亡 而是失去权力 从天上直接摔到地下 宣太后失去权力后 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在他死前还有一个小故事 宣太后想让他的男宠给自己殉葬 他男宠知道后给吓坏了 赶紧找大臣给自己求情 根据战国策中的记载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位大臣问宣太后 人死后是否能感知到人间的事情呢 宣太后回答不能 这位大臣又说 既然人死后没有任何的知觉 那您又为何要将自己心爱的人置于死地呢 如果死去的人真的有知觉 那么先王早就因为您做过的事情 对太后恨之入骨了 太后您弥补过时都来不及 又怎么能有贤心和其他男人有私情呢 宣太后听完后觉得很有道理 就这样撤销了男宠为自己殉葬的命令 在宣太后去世后的第44年 秦始皇灭掉六国 一统天下 秦始皇能成为千古一帝 建立大秦帝国 靠的绝对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努力 而是秦国历代君王共同努力的成果 包括这位牧主人 宣太后 也就是密巴子 如今这位传奇的女人 在这片天野间 已经沉睡了两千多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